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到有理同行这个节目 所谓有理打遍天下无理很难捱 说不定的话不能以你服人最失败 我们是新民主同盟,我是陈景明 我来自大学,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讲的议题 大学的问题,大学的管治危机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大学究竟发生什么事 这段时间可能大家又挂着车游行以来 前后讨论这个替捕机制 立法会又已经搬去新的会址 大家都不记得了,其实立法会也不断讨论大学管治的议题 最近在这个教育事务委员会 其中有一道题是讨论大学管治的问题 在外出的时候说立法会事务委员会会讨论的呢 就是说究竟大学究不够资源呢 为什么那些人经常投诉大学管治不好 可能很多人都不理大学,觉得大学应该很有钱吧 大学也是因为香港大学很多时候讲排名 虽然我不太相信这一套 但是排名的人都觉得OK,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大学会有危机,有管治问题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複息一下 所谓管治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钱、撥款 其实大学政府有一个叫做大学的撥款委员会 又简称UGC 其实这个UGC的存费问题 应不应该存在都一直有讨论 然后大学很多时候牵涉到教育 教书的问题,开课程的问题 又或者跟香港很多时候被批评 就是竞争力越来越差 觉得科研人才是不够的 或者人才好像很缺乏 所以培养科技人才 或者培养新科技的发展 都是大学很重要的角色 但香港好像做得很差 我们分开这三方面来讨论 第一次先讲一下大学危机当中的管治危机 很明显就是UGC 即是大学的撥款委员会 以前叫做大学的教育资助委员会的存费问题 但在英国已经取消了这个委员会 你知道一直以来香港都是跟英国的制度 很明显有个问题就是 政府不想直接管大学 如果一管的话 大家还记得中庭耀事件 随时会被人扣上一个帽 叫做干预学术自由 如果不要干预学术自由 但政府要付钱他们用 如何去不干涉自由之下 让大学可以发挥所长呢 过往政府 行之下有一个叫做大学的撥款委员会 叫做UGC 钱呢 就是由这个撥款委员会 拿来分派给不同的大专院校用的 他的角色就是介乎政府 与大专院校之间 希望可以做一个僑良的角色 这个僑良就是政府 不直接给大学 以免被人感觉你是干预学术自由 我就给了这个撥款委员会 另一方面这个撥款委员会 就要问大学 你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特别的发展要用 可以用一些好的政策去配合 让你可以继续发展 那问题最近这几年就来了 因为现在特区回归了之后 就开了教育局 政府很明显以前教育署 主要管大中小学 主要管中小学 大学交给撥款委员会 也比较少管 但自从教育局 尤其是李国章上一场后 形势不同 因为他以前是大学校长 开始教育局 多些处理了 有关大学撥款的一些决定 第二大家要注意 就是政府都可以透过 教育资助委员会 即大学UGC 去处理很多大学的问题 简单来说 其实那个委员会 由哪个委任呢 大家还记得上个月 查史未伦 忽然说 太忙了 我不能再担任这个职位 于是找了郑维健 以前郑维健 就是中大校董之一 校董主席 找了郑维珊 找了他不知阿哥还是小董 大家会问 为什么领导队 可以说是变是变的 凭什么去委任 是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外国要委任这么大的位置的人 一定会经过立法会 一定会经过咨询 一定会经过讨论 你怎样管治大学等等的理念要清楚 第二個被人救病的地方是,經常找商人,查太也好,其他人都是來自商界 於是有一個UGC的關注組,特別關注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管大學似乎來自商界人越來越多 我們會用商業化的手法或商業化的角度去管理大學 例如看你的學校收生好不好,畢業生成不成功,人工高不高 用商業化的方式去處理大學的管理問題 但往往大學不可以用商業化的角度,不可以單單看評分 一時哪些是熱門科學,哪些不是熱門科學去處理 所以第二個被人救病的地方,究竟現在是否商人治港 還是商人治大學,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當然管理大學從來不是容易的,譬如你找某一個科系的人 譬如我是讀醫的,醫生去管負負委員會未必公平 有些人擔心會不會偏重於理科和醫科呢? 又或者我找一個是文人的,他會不會比較少理科技 或者其他理科呢? 所以可能找大學裏面的任何人都未必適合 當然找商人未必是壞事,但過往的十幾年來 我們看到商人去處理大學撥款的問題 往往有很多為人救病的地方 即是令大學越來越商業化 每一個科系我們要行工兩席 看他收生好不好,看他多不多人讀 亦都是看他畢業生有什麽就業的情況 越來越覺得大學好像在製造工廠工人一樣 扔了特朗畢業,出去工作 但大學從來都不應該是職業的訓練所 當然大學也不能像牙塌般,經常關門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什麽事 但很明顯大學一定要有些離開了這個軸勢 可以引領社會向前發展 但往往我們過去這麽多年來 看不到大學撥款委員會有引領大學向前 向好的方面發展的一個導向 相反我們看到在2002年有宋特能的報告書 請來外國的所謂專家 看看大學怎麽發展 當然他在外國有些管治方法 外國十幾年來經濟很差,資源不足夠 於是引入了很多這樣的機制 例如脫勾 即是我們薪水和政府公務員脫勾 又或者引入很多不同的平核機制 引入很多爭資源的機制 扣起一些撥款 給大學撥款委員會做研究資助局 引入很多不同的機制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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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特能報告書之後 這幾年開始慢慢實施 從而令大家開始發覺大學已經不像十幾年前那樣 一個安樂窩 這些政策簡單來說 他有一個報告書 但是沒有什麼咨詢 或者很多時候 人們不太理會他 因為他主要只是咨詢大學校長 大學校長大學高層覺得是可以 很多時候高層覺得我可以拿多些錢 可能 以為可以過到關 但是往往大學前線的餘工 例如我們 或者其他的不同部門 或者不同崗位的員工 就會覺得大學的撥款 現在已經變成很多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譬如有副學士之後 有些是專上學院 究竟資源是怎樣分配呢 每間大學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分配 其實講到尾就是資源或者錢的問題 譬如如果一個大學 他有百分之一百的資源 可能百分之七十 其實主要用在薪水那裏 所以如果有任何資源上的扣減 譬如減5% 就已經是一個很明顯的比例 即是說百分之三十再扣減百分之五 其實已經佔了很多 所以政府就說 宋特林報告書也提到 不如你們的薪水脫鉤 那時候說得很好聽 就說 你們不如薪水脫鉤 你可以用多些錢請多些人 但是現實下來 就是另一個故事 脫鉤 於是有些人 譬如校長高層 很多學校沒有公佈他們的薪水 究竟那些人工是多高呢 沒有人知道 他們又可以衍生很多 不同的副校長 協理副校長 校長助理等等 很多不同的名目 令到他們的領導層不斷擴展 甚至有些朋友向我投訴 某些院校專門請熟人 將他的熟人在外國請回來 變成肥上瘦下的嚴重 問題越來越嚴重 脫鉤之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 沒有一個好的方法 去離定大學教資源的薪水 其實這幾年來 都是跟隨 跟公務員的系統 照樣去跟 譬如政府加工 我們又加 可以看到 基本上沒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處理薪水問題 我們一直都在用同一個方法 大家不要忘記 03年 沙士之後 03年 03年 04年 04年 506年 那幾年 很多殺系的問題 大家可能會聽過 就是因為 扣減大學的資源 令到很多的學系 開始被斬去 這也是對大學的不穩定性 增加更大的困難 即是大學很多的學系 本來有些有意義的項目 可能因為收生不足 或者因為掌官意志的領導層 不喜歡他 令到大學的不同的部門 之間引來很多無謂的競爭 其實往往這些資源上的分配 都是因為UGC的撥款 和它的政策 推行得不合理而造成的 大學匯本委員會 亦都很希望 其實經常都問 大學究竟是中合型 研究型 還是教學型 他們想學美國加州的模式 美國加州有很多大學 例如柏克萊大學 有很多私人捐錢 都是公立學校 例如羅省 即LA這些大學校 也是中合型大學 或者研究型的大學 但有些比較小的大學 例如長灘大學 大家未聽過的名字 一些小的區 是專門做教學的 他又想搬這一套來做香港 我們有七間大專院校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 有些是中合型 有些是專門做研究 例如中大、港大、科大 其他就不要做那麼多 所以經常都有一個方法 想管理這些學校 要問他們的使命是甚麼 其實我覺得香港走這條路 這樣做法是很糞 因為我們現在適領的學生 入讀香港大學的比率 從來都沒有超過百分之十八 還記得大躍進大學教育 大躍進的年代 董先生說 有百分之五十六十 有百分之三十 有百分之三十在香港 百分之三十在外國 原本只有百分之十八 那怎麽來呢 就搞了副學士 但其實就算算是副學士 都是二十多個百分之 現在從來沒有去到三十個百分之 既然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為何要將這裏 由現在七間或者八間的大專校 去將它分化呢 可不可以每一間都可以讓它做得好些呢 但相反你看到大學匯寬委員會 或者政府的政策 鼓勵所謂的私校出現 譬如樹人已經變成私立的大學 但因為樹人的規模仍然不是很大 主要是傳理系或者其他雙科的一些學系 問題可能不大 但如果現存的幾間大專 如果完全把它變成私校 肯定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甚至譬如大學得不到證明 好像大家知道我們的教學院 爭取了這麽多年來 一直都做不到這個教學大學 規模越來越小 或者規模只是在既定的位置 不能得到發展和擴充 亦不是那麽理想的事情 所以說到尾 其實大學教學資助委員會的存在 或者它的價值是應該怎樣來 我認為它應該有存在價值的必要 但有些大專校的朋友 就覺得既然你也是跟政府走 不如廢了這個會 但我覺得其實錯不是錯在這個會 而是錯在政府 錯在政府怎樣去把這個會的組成 不同的成員 以及政府究竟有沒有暗底拿去操控 這個成員 透過這些成員去操縱這個會 怎樣去管理這個大學 才是問題最有重點所在 所以很希望未來的 政府的教育部門 在大學的教育問題上 要正視這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或者撥兵委員會 它的組成、它的使命 以及它種種的一些措施 看看有沒有過度地干預這個大學 我認為現在是有過度的干預的 所以說到底 如果我們能夠處理得好這個委員會 其實可以讓這麼多間大專校可以做得更好 譬如有些好的政策 我以前也提出過這些好的政策 包括什麼呢 第一就是有撥款的機制 如果有外邊人來捐錢 就有一對一的對等的撥款支援的機制 就是說人家捐一元 政府給一元 於是可以令到大專校繼續向外籌款之餘 就得到政府的支持 這是好的政策 也有其他好的政策 我以前提及過很多科研 需要很多人才 現在政府也搞了一些 就是博士後的研究獎學金 或者博士的獎學金等等 都是有益的 但是總的來說 我們看不到大專院校得益於現行的製造 得益於現在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組成 和他們的政策 情況下令人擔心 回來之後我們會講一下 他的不好的政策 如何影響我們的教育質素 譬如課程的安排 或者如何影響我們的研究質素 譬如如何多拿一些研究基金 甚至我認為他們在做一些規劃的研究 研究是受他們的管 譬如我有多少個研究基金 我會集中只做這些 那些我不做的 我覺得是嚴重地干預學術自由 亦同時因為那個情況越來越惡劣 令到新來的朋友 即是現在80號、90口 已經開始小人去讀博士 或者繼續做研究 擴充大學的位置 我覺得很大的情況 已經進入到無以為計 即是我們退去之後 現在的政策 是否真的找到新人去替補 我都很擔心大學的延續性 是否真的可以做下去 所以說到尾 我認為大學的撥款委員會 UCC應該繼續存在 不過政府不應該進行這麼多干預 亦都在人事的任命那裏 作出多些透明度 多些公開向公眾解釋 究竟香港大學的發展 其實應該怎樣走 現在很多時候 往往我們要去到立法會裏 撥款的時候 才可以提出申訴 才可以處理到很多的紛爭 因為做法絕對是不健康的 我亦都希望來年的政府 可以正視大學面對的問題 亦都更加希望多些大學的同事 好像我這樣多些出聲 否則你的聲音 只會被上高層的管理階層 大學的校長和副校長 是壓蓋著 永遠你們的聲音 是得不到市民和公眾的認同和支持 所以大家都要多些出聲 希望能夠令大學辦得更好 因為香港基本上是一個沒有資源的地方 人力資源就是我們最重要的發展 可以發展的地方 所以大學的教育辦得更好 其實對香港整體的發展 怎樣由知識型經濟走出去 怎樣增加我們的GDP也好 經濟發展也好 都是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這方面做不好 我們那個競爭力現在已經很快 比亞洲其他地區 比如韓國、新加坡 甚至台灣內地的大學追上 絕對對香港的前途帶來很大的隱憂 我希望大家繼續能夠關注大學的問題 一會兒轉回來 我會跟大家再說一下 在大學裏面的交學 遇到什麼問題、什麼困難 一些課程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的研究其實遇到什麼困難 希望政府可以正視我們這兩方面的困難 可以讓我們在大學裏面能夠做得更好 那就肯定是香港市民的福氣 香港未來的福氣 亦都是各位市民大眾 都樂於見到香港的大學可以發展得更好 可以有更加多的新高科技 可以應用在社會裡面 推動香港的社會向前發展 一會兒回來和大家再見 拜拜 一會兒見 浮負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Hello各位朋友 又繼續討論大學的危機 或者大學的管理的問題 管治的問題 有很多大學的同工跟我投訴 大學的高層好像沒甚麼人管 這個的確是一個難以處理或解答的問題 為甚麼呢 因為政府如果處理大學的問題 管得太小呢 別人又會說他干預學校的自主 干預學術自由等等 亦是不理想的 但如果不管 我們又會見到大學的高層 很多時候也會有很多奇形怪狀的手法 令到有些前線的員工投訴 他們是肥上瘦下 即是說自從大學的撥款提議 申請和公務員脫勾之後 這個叫脫勾的制度 於是校長或者大學的管理高層 隨意可以他認為給多少錢 又出多少錢人工 而往往是沒有透明度的 大家是見不到究竟 你這間大學的校長多少錢 副校長多少錢 其他管理階層是多少錢 而相反我們見到前線員工 很多時候家人工都會受到管理 所以這個情況是很不理想的 不過說到情況不理想 最重要是上一部分 我在討論教資會存費的問題 有些人建議取消他 既然他做得那麼差 好像英國一樣取消他 反正錢都會給政府 我認為是不好的 始終這個機制是好的 只不過是因為政府用人不當 或者剃圖透過人士任命 影響撥款 譬如派很多商人進去 給人的印象就是 政府是想用商業管理的模式去管理這些大學 舉個例是他會管理學生人數 大學怎樣撥款呢 其實是用學生人數 這四個字 每一個課程裏面有一定的學生人數 當然他會給一些自由道理 譬如在理學院或者文學院裏面可以自由調動 但是他一個數目下來 譬如你有一萬個學生 五千個學生 很明顯五千個學生會少些錢 一萬個學生就會多些錢 問題就來了 政府很有趣 每三年就叫大學 拜託你扣起百分之六 甚至乎有些人扣起百分之九 然後寫過一個新的建議書回來 爭回百分之九 就很奇怪 我們不是有百分之三十 或者更多人可以讀書 爭何不是增加學位 又要扣學位 扣完之後要增加 又要搶學位回來 所以這個政策很莫名其妙 很莫名其妙之下又做了二十年 過去二十年我不講別的部門 我講我們自己的部門 我們有生物系 有生化系 然後又產生很多不同的課程 有環境課程 有食品課程 也有分子生物學課程 最近有些細胞生物課程 課程就越搞越多 每次搞我們都說很成功 你又拿回被人扣起的六個百分之九個百分之 其實又不是 因為你搞多了課程 你又多了一班學生 你又多了一批有完全不同安排的課程 完全不同的學生 你這裏又需要多一些同事去理 但你不要忘記之前扣起 總的內說 你根本沒有拿到多經費 只不過你現在由以前兩個部門 現在變成六個部門這樣搞了 這個問題就出現了很麻煩的事情 明顯是資源不夠 原本兩批老師搞兩批學生 或者教兩批學生 不要用我搞字 現在變成兩批老師 就去管理六批學生 很明顯大家看到我們需要更多的 譬如職員、秘書 甚至我們叫做導師、高級導師、助教 因為多了不同的課程 我好像看到資源緊絕了很多 但政府經常用這一招 今年也是用同樣的道理 大家可能在暑假開始的時候 都聽到有些大專校 有些的課程是要接 這也不是很健康的事情 其實怎樣做得最好呢 我覺得有一個難處 譬如有一個時候 你聽過某些大學說 我要搞瘦醫 他又傻傻地出來說 我要搞瘦醫 就算你不給錢我都要自己搞 政府轉頭就說 我不給錢你自己搞 當然如果大家覺得瘦醫是一個好的學系 於是大家應該去談好 是否應該要做呢 現在這個情況變成了教資會 你看到大學的撥款和大學之間 其實有些我們都掌握不到的內情 不能真正看到香港的一些政策 究竟是怎樣去培養人才 這個嚴重是影響到人力資源 令到香港很多方面削弱了我們競爭的能力 轉回來說 因為經常都強調商業化管理 變成很多人 經常開一些課程 可能多人讀 譬如雙科各都讀 於是生產出來這麼多的同學 欠工作 其實是否理想呢 所以在人力資源分配和學位分配 你得不到這個平衡 再舉一個例子 有時候說不夠醫科生 現在更加不夠醫科生 因為婦產科醫生不夠 很多自由行來生孩子 這幾年又再增加這個學額 大學在醫院裏面的配額 增加多些的醫科生 希望可以應付到未來的需要 但是都要幾年之後的事情才做到 但是十年前又說 醫生過證又要扣減 所以你看到這個學額和人力資源 是息息相關的 但是往往政府在這方面 只是用一個商業管理的角度 產生了很多問題 包括有商業化管理 工利主義 哪些科多人讀 給他多些學額 往往你知道有些學科 學額不一定多 但是用的資源很多 譬如剛才說的醫科 或者是一個例子 因為需要用很多的資源去分配給他 亦都很多年前說過 可能是分科收費 但是一直都很多人反對 政府都不敢再提 在外國都有這種情況 有分科收費 但是只限於這個醫科 但是香港現在沒有人提 我們也沒有人提 但是如果能夠在那個 學額回乎做得更好的話 就是說你沒有錯 會有新的建議 然後不同的大專院 欠一些新的學額 而不是扣起你6%或者9% 我覺得相對地比較合理 否則會造成很多不同的教育機構 或者是在課程 部門裏面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有些課程可能開了幾年 譬如試過中文大學 不見了一個互聯網工程 其實互聯網工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科 但是因為這些學額 學制的問題 因為扣減資源的問題 幾年前已經接賣了 如果大家不想有這樣的操控 學額其實是對培養人才 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應該讓大學拿更多的資源 而不是扣起再回去再拿 這就是影響教育質素的問題 除了教育質素之外 其實大學我們會做些甚麼 當然是兩樣東西 其實不止兩樣東西 學校給我的評價就是 我要做教書 要做科研 要做行政工作 要做社會服務 有四樣東西 但是很明顯現在 有側重就是科研 側重科研是怎樣呢 即是教書你搞定就可以了 行政工作你最好都要做 外面的服務 我都不是讓稱你的 如果你和政府多一點的服務 就最好了 這個已經開始影響到 現在日常大學員工的工作 我再集中講一些科研 或者研究 無論是科學研究也好 人民科學的研究也好 社會學的研究也好 經濟研究也好 甚麼研究也好 即是大學的員工 或者我們教之前 主要做的事就是教書 和做研究 才會開創新的東西 傳授新的知識給下一代 但往往在研究方面 現在我們又出了很多大問題 就是規劃研究 為甚麼是規劃研究呢 大家可能都有聽過 我們經常有很多研究 譬如剛剛上過做得很好的研究 同事經常出鏡頭 我又發明了甚麼 我又發現了甚麼 你可以看到競爭 其實是十分之激烈 怎樣說法呢 譬如上個月 你也聽過 研究資助局會撥 數以千萬 加上幾億的資源 沒錯 政府好像上兩屆 給多些資源 大家還記得有一個基金 曾蔭權幾年前 扔出來 就可以發展這個科研 但原來這些是控制他手中的一些研究 這些是規劃研究 怎樣這樣說呢 因為你聽到 每兩個星期說 有幾十個項目 九十幾個項目 這麼多大專業一齊提出 結果只是批六項 形成兩個現象 第一 那些項目真的可以拿到很多錢 於是漸漸有些叫做 教授明星 或者明星教授 實驗室越來越大 研究隊員越來越大 拿的錢越來越多 做的事情 什麼都做了 全部都入了他的錢 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其他人 就永遠想拿一堆都不行 這個造成很多資源分配的不公 有了明星教授之後 是不是那些拿不到大的研究經費 經常去教書 又不是 他們仍然要教書 但是很明顯 那些明星教授 竟然又不用教書 政府的政策 鼓勵這些人不用教書 其實那些人應該提供多一些 教學的機會 將他們的新知識傳授給下一代 但又不是 原來他們可以不用教書 我想政府來到這裡 來到一個位置就是 究竟我們怎樣處理這些研究所的問題 我經常覺得 香港應該撥多些資源在科研或研究當中 因為香港仍然在亞洲這樣的地區 佔我們經濟的比例最少的撥款 在科研的資助上高 比大陸還低 我們只有零點幾%的GDP 大陸也有幾% 台灣也有幾% 新加坡有6% 但我們只有零點幾% 其實我們的錢去哪裡呢 那些錢就是政府很想操控大家的研究 這是危險的事情 牽涉到不僅是明星教授的問題 原來那些錢在今年開始 或者接下來的年度 這幾年 抽了一塊錢 本來給大學裡面 任他們自己做他們的科研或研究 現在不是了 那塊錢他抽起 放在研究資助局裡面 由他分配 他就說 我將這些錢做一些規劃 或者大型的研究 講得很清楚大型的研究 除了會造成這個明星教授之外 另外一個現象就是 那些錢其實是一些規劃的研究 就是說我叫你做這些 你好做 你不做 我沒有錢的了 對不起 你寫得更好也好 當然他就會很公道 大學的同事 可不可以提議一些東西出來 但始終來講 都是形成一個現象 就是經過政府有關部門篩選 譬如可能有30項很重要的研究 是值得做的 但政府說 對不起 我這些錢只給這間大學做這件事 你這間大學麻煩你做另一件事 所以 很多時候這些規劃的研究 就不太理想 在外國如果拿研究金法 往往可以在不同的渠道去拿 但香港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政府 要不就是應用的研究 透過工業處 要不就是學術的研究 透過研究資助局 本來還有第三個就是去學校自己拿 現在這塊錢就會抽起 將它放進研究資助局 製造多些明星的教授 製造多些政府規劃或者政府很想做的研究 這種情況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政府是否知道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研究一定不是的 大家還記得SARS來的時候 才發現香港原來沒有什麼傳染病的印裁 可以看到一來我們的資源不足 二來我們的資源原來是受到政府的操控 政府認為可以做這些研究就做 認為不可以做就不做 你說這樣就是不是一種 直接干預學術自由的行為呢 所以我覺得其實要撥亂反證 很明顯大學撥款委員會 不應該在大學這些研究資助裏面 抽起來放進研究資助局 相反其實無論研究資助局 我沒有說明星教授不應該出現 他拿多少沒有問題 但是他拿多了 原來令到其他人少了 那就是問題所在 因為本來我們有大概一萬個 在不同大專校的不同研究隊伍 你可想像可以生產了很多不同各式各樣各類型的研究 都出來了 但現在不是了 對不起一萬個 我只是給你一千個 除了不見了九千個項目之外 這一千個隊伍其實都是那些不同的總類 研究項目相對少了很多 所以困難所在就是沒有錢 但是別人說 香港每個人又說會派六千元 稅你又收這麼多 很明顯是才爺計錯數 資源很豐富的 為何會沒有錢呢? 很明顯是錢擺錯了在不應該擺的地方 教育是一個人力資源的培養 大學的教育更加是香港高科技發展所望的需要 如果我們不能夠把政府的公帑 正確地放在大學發展人力資源也好 去發展高科技的研究 實實在在是講不過去的 亦是令到香港的下一代夢受很大的損失 所以大學的危機 今天我們有的就是 政府透過大學撥款委員會 對大學的管理是越來越多 但是它對大學高層的一些管理是沒有的 任他們用可能亂用 另一方面在研究資助 不單止大學撥款委員會不能夠向政府拿多些錢 不單止這個研究資助 向政府拿多些新的撥款 相反這些撥款還是操控在小部分人手裏 由他們任意安排給 我一定要做這些中藥 不要做這些研究 是不多不少有很大的管制 在外國往往可以靠很多私人的募捐 在香港這方面 往往私人的募捐 主要都是去建屋、建樓 你知道那些有錢人最喜歡冠名 大家還記得李嘉誠醫學院有這個風邦 捐了錢是給他做大樓 原來也不是很多錢 放下去是做研究方面的 所以香港在這方面真的要著實做好些 否則我們的競爭能力現在已經到臨界的位置 即是不能夠得到好的政策 不能夠得到足夠的資源 香港的大專校不單在人才培訓 我們不能夠追上亞洲其他地區 連在高科技的發展和推廣 也不能夠得到更大的發展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議題 大學的危機不只是大學裏面有問題 政府有問題引致大學的危機 從而影響到香港人力資源的培訓 從而影響到香港的高科技的發展 從而甚至影響香港很多政策的研究 因為如果很多的撥款研究都是主要集中在科技 沒有集中在一些可能很偏門的或者很特殊的社會研究的話 往往對社會的發展都是產生一個不平衡的因素 亦都不能夠推動香港的社會向前發展 所以講到最後我們講回今天的議題 我一開始就講大學的撥款委員會UGC 有人認為應該廢了他 我就認為不要廢了他 因為他的角色是介乎大學和政府中間的橋樑 只不過因為政府現在做了太多工作 在干預撥款委員會的運作 這是危險所在之一 第二就是政府透過撥款委員會 既然他在干預人事任命的管理 加入很多商業元素去管理大學 這也是不健康的事情 第三就是在學額的回撥 還有在科研的支援上 往往都是令人不滿意的政策 從而令大學越來越動盪 這樣絕對不是香港未來的福氣 亦都不是香港社會的福氣 因為大學我都重複了很多次 是重要的人力資源的培訓 大學亦都很重要地推動高科技的發展 香港很多時候的競爭力都是排名很高 但往往在科技方面的發展往往是低的人 因為我們的撥款其實嚴重比其他地區為少 很可惜政府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認真處理這個問題 沒有增加大學的撥款 沒有增加科研的撥款 相反還把這些撥款扣在一個容易被政府 或教育局操控的大學撥款委員會手裡 改變了很多政策影響到香港很多的發展 包括人力資源培訓的不足 包括高科技發展的不足 高科技人才的不足 嚴重地影響到香港的未來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繼續關注大學危機 繼續關注大學裏面的一些管治問題 很多同事都應該看完這個節目 或不看這個節目都要多些出聲 說出大學問題所在 直接向政府提出我們的訴求 有理同行,我是陳景明 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有時間跟我多點聯絡 拜拜